来看一下这张图片 相信这张图片 关注新闻的很多朋友都不会陌生 这是黑龙江省严寿县看守所越狱案件当中 最后一名逃犯高玉伦落网时候拍的照片 9月11号下午4点半左右 随着逃亡10天的高玉伦被抓 这部震惊全国的现实版的越狱大剧 总算是落下了帷幕 不过现在我们回过头来 冷静的思考一下整个越狱案件的前前后后 你会觉得还是有许多疑点没有能够揭开呢 比如说凌晨4点20分 看守所的民警 为什么要把这个重刑犯带出监视呢 三个人在监区里头杀害狱警 那肯定会有很大的动静啊 怎么都没有其他的直版民警出来呢 这三个人为什么没有通过验证 都可以肆无忌惮地就走出监区呢 接下来我们就带着这些疑问 一起走进今天的故事 杀井越狱之谜 严寿县看守所 会于黑龙江省 9月2号当天 三人离开监区的视频即被公布 我们能看到 在当天凌晨4点44分左右 第一名嫌犯王大民 抽着烟从看守所监区大门走出 上身着深蓝色警用春秋长服 下身着深色警裤 脚上穿皮鞋走出门口 4时45分13秒 高玉伦身着浅蓝色长袖警衬 身色长裤和身色鞋走出门口 4时45分20秒 黎海伟身着浅蓝色短袖针衫 身色长裤穿浅色鞋走出门口 当第二个人走出监区后 哨兵发现一场鸣枪事件 然而三人仍然趁着黑暗 逃进一片玉米毙力 这两段越狱的视频可以说是疑点重重 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 首先按照相关的规定 不是紧急情况 不得夜间提审 那么为什么民警在凌晨4点20分 把高玉伦带出了监视呢 又为什么连后头监视的门都没有关上 导致屋里头另外两个重刑犯能够溜出来 其次民警把高玉伦带到休息室之后 为什么他民警一点防备都没有 以至于被这个重刑犯从背后袭击 还有根据监狱管理的相关规定 出入监索不仅要看制服 而且必须要查验证件的 这三个嫌犯怎么那么轻松 就能闯过重重关卡呢 这种种疑点我们都需要一个答案 那么从警方公布的这三个人的这个基本资料来看 这三个逃犯都是涉及重刑的 其中高玉伦是故意杀人 已经判死刑了 还在复合期间 王大民涉嫌伤害致人死亡 还没有判决 李海伟是涉嫌故意杀人 也还没有判决 另外他们有一个共同点 都是黑龙江省严寿县周边村镇的人 那么这三个人有着什么样的家庭背景 当时又是为什么而入狱的呢 三名逃犯李海伟年龄最小 1985年出生 是岩寿县六团镇奎心村人 在家人和朋友眼里 李海伟的变化是在结婚之后 李海伟的父亲李军海说 不知道什么原因 李海伟结婚后性情突然发生了很大变化 动不动就打妻子 父亲李军海上前阻拦 也招来儿子的拳打脚踢 最终李海伟的妻子 因人受不了家暴 跟李海伟离了婚 到县城打工 打工期间 李海伟怀疑前妻跟另一男子交好 于是就将那名男子打成重伤 因此获刑入狱 王大明35岁 严寿县六团镇和平村人 与李海伟同镇不同村 王大明十几岁的时候就外出打工 后来因为响截 王大明被判了十八年有期徒刑 直到今年春间才刑满释放 释放之后 王大明又因为一起土地纠纷 跟村民发生冲突 王大明也再次因为涉嫌伤害致死罪 获刑入狱 高玉伦三个逃犯中年龄最大 今年五十岁 是严寿县沿河镇万宝尊人 高玉伦入狱是因为一起故意杀人案件 被害人李德鱼的女儿李东梅说 高玉伦杀人的原因 只是因为一点小口角 李东梅说 当时父亲并没在意 没想到接下来 高玉伦却找了一把刀 一刀捅死了他父亲 李东梅说 高玉伦是一个性格比较偏激的人 没想到现在竟然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现在他最担心的 就是受到高玉伦的报复 9月4号中午突然有消息声 2号逃犯高玉伦 疑似出现在一个叫尼加屯的地方 警方立即出动上千名警力 到达现场展开围捕 当地村民刘其中 最先发现嫌犯踪迹并报警 当天中午一点钟左右 他正在路边放羊 突然从一则玉米地里 窜出一个中年人向他问路 为了获得更好的搜索视野 并且给逃犯以威慑 黑龙将武警总队派用了紧用直升机 在这次行动区域进行低空侦察和喊话 同时数百名河枪实弹的武警官兵 形成河围进行拉网式搜捕 连夜搜索污果 9月6号夜里 在尼加屯西巷的唐加屯 一家小卖部被盗 少了两瓶饮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中午中 大小的乌音乐 出现了宫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于嫌犯轻易从看守所逃脱 严寿县当地居民非常担忧 他们认为看守所在管理上存在不少漏洞 我以为那里头真的得相当地严了 什么人怎么能会处来呢 他管理好肯定不在跑上来 那你看他电话录像根本就没有人看守在屋里 就感觉人手少的那个看守所里 我长的老百姓有点恐慌 上两天反正挺恐慌的 天天都锁好门 白天也锁 就是有点挺吓人的 案件发生之后 哈尔滨市人民检察院成立了专案组 第一时间赶赴案发地开展调查工作 县初步查清 严寿县看守所所长张格群 当兼代班的副所长范德延 严重违反公安部所制定的 看守所执法细则 失职失责任 致使一名干警被害 三名再押人员逃脱 造成了严重后果 两人的行为分别涉嫌滥用直权罪和玩忽直守罪 哈尔滨市检察院依法对两人立案侦察 涉事看守所也将增派警力进入全面整顿阶段 杀警越狱固然是由于在押人员的凶悍和狡诈所致 但是堪又堪不住 守又守不了的看守所 显然也是问题多多吧 在那些影视剧当中 成功的越狱 总是伴随着超乎寻常的算计 交易和腐败 充满了各种匪夷所思的惊险悬疑刺激 那现实生活当中 被关押的人究竟是怎么样突破铁网高墙 这里头肯定有一些因素和机缘的吧 我们担心的是 积压具有极大危险性的重刑犯的场所 如果这么轻易就被击穿了 公众的安全如何得到保障 不彻底查清楚越狱背后的种种原因 恐怕很难打消公众的顾虑吧 我担心的重刑 我担心的重刑